公寓里头一名妇人刚从包包翻找出钥匙 正准备开门进到屋内 没想到这时隔壁邻居家的狗 却不停对他狂吠下一秒 两只超大型脏骚突然间冲出门 朝妇人猛扑攻击 吓得他放声尖叫 两只手拼命挥舞阻挡 却还是惨遭咬伤 原来四组没有把门关好 这才导致狗冲出来 害得被害人伤痕累累 而类似情况早已不是第一次 洞保处人员获报后 依规定受理裁定没入 好几人合力才将脏骚扛上车 而四组也因为没有尽到看管宠物责任 被依过失伤害罪嫌起诉 洋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四组爱毛孩也得善尽管理职责 否则要是误伤民众也会害自己吃上罚则 直集台北市洞保处小小室内有兔子 还有玉米蛇身体卷成一团呆在箱子内 除了这些小型宠物外 还有一区专门安置 有公鸡还有好几只鸭子 在铁皮屋里开心玩水 这些全是被弃养的动物 其中最特别的是它 康尔鸭八号一早刚被送进来 价格破万却还是遭到弃养 扣除小狗小猫被驯化的动物 其他都算是特殊宠物 以台北市来说七天后 如果没有四组来领回 洞保处就会上网公告 开放民众领养 新北市则是协助媒合 如果失败就会交给相关动物协会 希望尽快替他们找到一个新家 洞保处统计民众领养的前三名 是蜥蜴、乌龟和蛇 爬虫类非常热门 但如果是兔子和仓鼠类 民众领养意愿相对低 在牧原或是农场 个性凶猛的老鹰是空中的亡者 给人霸气印象 哈里斯鹰入手价破万元 但其实他们也常被弃养或飞尸 台湾目前开放的无种科发猛器 他们都属于外来种 所以如果说真的造成他意识或不见的话 可能造成台湾的生态会造成破坏 也有可能造成人流跟车流的安全 别一时兴起想跟风养特殊宠物 决定养了就要爱他照顾他 别让他们沦为无声的受害者 三天新闻和孟哲林韵君 台北层报道